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我觉得说职业上就是说职业上的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 我有一个很强的体会 就是说你要做事要先学会做人 因为我学的电脑是一个从原来心理学来有很大的转变 所以技术上并不是最好 在我们的团队当中不是最好 可是到了我工作的一定阶段 大家对我人员都很好 我现在做的是从事的是电脑工作的 manager 工作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会做这样的工作 有一次我们的老板辞退了 那么我的老板的老板想要找一个替代的人员 他就做了摸底 给我们团队的人员摸底 当时我到那个地方只有9个月 也不是队长 也不是什么 他得到的反应是说你有全票的所有同事的投票 所以我就选你当manager 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当上manager 那我觉得我不是因为我的技术 而是因为我当时人员很好 跟大家很好 所以我就自然而然成了manager 据说中国人来到美国 大部分人都是在技术上 职业上很强 但是做manager位置的人 据说只有15%的人能够走到这一步 我觉得中国人怎么样对人 如何带人 如何带人 这是很关键的 你到美国来 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好 我们先来谈谈薄华明月团吧 所以我就接着讲为什么薄华明月团 其实我在薄华明月团当中 技术上讲也是最后一位 那么也是因为当时的老团长辞退了 那么大家又全票把我推上来 我莫名其妙地就站到这个团长的位置 那个俊俏 你也知道 你也是投我一票的人 对 是不是 那么我得到这个位置以后 我觉得我这个不是一个领导 而是我是一个服务性的行业 我必须把事情给大家做好 自然我们事情就会做好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这个宗族 为大家服务 虽然有个团长的头衔 但是我的性质还是服务于大家 非常高兴今天我们能够采访到薄华明月团的丁品团长 如果大家想要加入薄华明月团 请与他联系 谢谢 谢谢 谢谢